政府动用所有政策手段稳定物价 不仅召开各部门次官出席的物价会议 并指定了专门负责面包 方便面等加工食品价格的干部级别公务员 政府最近组建了名为 物价有关部门次官会议的跨部门会议机制 由各部门次官担任物价稳定负责人 推动主要商品价格的稳定 政府还向各部门分配了所负责的商品的种类 例如企划财政部负责鸡蛋 大葱 白菜等农序产品 产业部负责食油类 农食品部和海水部负责主要食品和外出餐饮的价格 9日上午召开的首次会议 讨论了月冬新旗的成本走势 据统计 以本月6日的价格为准 若使用20颗白菜腌制新旗 所需费用为21.8万韩元 政府表示 这一数据 较去年11月下滑了2.3% 若将对比时间范围 缩小至去年11月的下旬 则下滑了9.4% 农林续产食品部将面包 牛奶 咖啡 方便面等 9种消费者可直接感受到价格变动的商品 并为重点管理对象 政府计划维持跨部门物价管理特别体系 直至物价明确趋稳 并在每周召开的物价管理次官会议上 讨论需要部门间合作的事项 这么多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的一不衷 移动销